这一天起床之后呢 我不知道有什么奇怪想法 我想要剪个刘海吧 然后就剪了 对就直接一刀剪下去 所以从这个视频期下 你就会看到我奇怪的刘海 好有一个没有剪干净再剪一刀 好然后再往上剪一点 其实不应该这样剪 你看太多了 天哪好奇怪好奇怪 但没有办法已经剪下去了 然后我们再修一下旁边 好再照一下镜子 妈呀我觉得有像狗啃似的 我还准备等一下要录视频呢 吃饭吃了一半 突然快递来了叫我去门口拿 就是现在快递不能送进小区了 随便套个外套 我的头啊 三天没有洗了 其实去快递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最近都没有去买东西 但这个包裹呢是我新年前 蛮早的那时候一月份 嘿宝贝来咯 三天没有洗头的我 我这个什么鬼刘海 女生宅家标配不就是不洗头吗 我相信有更久比我没洗头的姐妹们 这时候扣衣 等我一下我去洗个头再回来 我承认我这个刘海剪糟糕了 太厚了 而且有点不是很对齐 算了 你们就稍微忍受一下 等到时候疫情过去了 这个理发店开了再修整一下吧 开箱卡拉包打折的时候下单了 就是这个疫情原因啊 我一直都没有出门 可能最近这个星期出门就是因为拿这个快递了 太开心了 简单分享一下我这次卡拉包打折买了什么东西 首先是一个他们家的单色腮红 我没有买过他们家的腮红 所以我挺想尝试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哇好软啊 感觉这个颜色挺日常的 挺好看的 有点蜜桃红的颜色 OK 我这次下单主要是想买一些眼影盘嘛 因为我最近出了一些新的盘 我挺感兴趣的 我已经忘记了 里面肯定碎了 全是眼影粉 其实这个也是有点快碎快碎的样子 我现在把它按回去了 希望可以早日用到它 原来这个塑料盒装的 它不是纸质装 这个包装挺好啊 上面还有个防护膜 这还有个大镜子 上面有个塑膜膜还没有打开 虽然是大地色 现在其实有一点点偏暖掉 稍微摸几个颜色看看好 目前粉质也都挺不错的 简单试一下色 感觉挺顺滑的 这种哑光的很高级的质地 这两个色号是比较火的 所以我觉得买起来不会拆雷 然后这一支包装比较特别的 是今年老鼠鼠年的一支口红 一个唇又忘记了太久 等一下 它这个红啊 感觉是那种比较鲜 比较亮一点的红 不是完完全全的很正的红色 然后最后一支 唇膏壁啊 它这种水润的 不是全雅光的质地 OK 这就是color post 小小的一个开箱 哎 感谢今天都特别开心了 哦 对了 今天是元宵节 是我妈生日哦 每一天就知道了 我的iPad的感觉 还有包包 今天也是她两岁的生日 可是她睡着了 OK 两个生日人都没空管我 说下来像华东神教育局出了通知 就说二月底前不开学 这句话在我理解 也就是最早会在三月一开学 我第一次这么想上班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哈啰 本来现在这时候呢 我应该在想个迷达 哪怕还草原开心的晚上 唉 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和我的朋友们 在吃鸡草原上见面 喂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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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跳到这里去了 哎呀 太熟了 早上起来运动跑一跑 今天是二月十号 高中他们今天开始网上上课 在这里看一下我弟 他们怎么在家网上上课的 发过一脚中出现的作品 过 同时 我们确立了毛泽东的 最剧烈的转奖 是他获得了领导出现的位置 这两个就是说今天下午茶 配韩国粽衣 我们的屏幕天天接触这么多次 记得一定要多猜猜 上床躺一回 我挺喜欢弹雪的 听牛肉就在 今天任务 把这盘刷子洗干净 今天是和奶茶分别的第99天 想它 所以我决定今天自己来做珍珠奶茶 就连粉多少克糖多少克我都是按网上叫成不多一点不少一点的放好 我就变成了 一个非牛顿液体了 第一次尝试失败 我觉得应该是我那个红糖水不够热 就不能把它倒到粉里面 可能要粉倒进锅里面才可以 我再试一次能不能成功 整厨实在是太难弄了 我整包木薯店都用完了 所以放弃 奶茶应该还是比较简单可以弄的 所以我打算做西米奶茶 煮西米这个就比较简单啦 因为那西米本来就弄好一颗颗的嘛 然后你就只要把这个水沸腾了 再把珍珠放下去 煮个大概15分钟 然后就把它捞出来 过冷水过个几次 这样子西米就会更加Q弹 这时候呢我就会把锅洗干净 因为这个西米有些粘活成分 再进行第二次煮西米 煮个15分钟就关火 让它闷 对 闷的过程非常重要 西米煮完之后呢就开始煮奶茶 煮奶茶就更加简单了 但是 好 后面再说但是 好 先煮一壶沸水 把这个红茶放下去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 让它这个茶味出来 然后再把纯牛奶倒进去 如果说你喜欢喝那种奶味重的奶茶的话 你可以放多几支 接着再放一些糖 熟好之后呢就可以把茶渣捞出来 并且把这个奶茶过几次 这样子奶茶会更加丝滑 OK 我这个西米奶茶就完成了 想知道好不好喝吗 看下去 我觉得奶茶呢还OK吧 就是那种比较茶类重的奶茶 可能是我的红茶价多了 然后奶油加少了 两个半小时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做办天赋 在家这一天就是做这个东西还不成功 嗯 那天晚上我就立刻坐在手上 记录我今天做甜品的一个过程 哈喽大家的捲毛 其实自从我今年做手帐以来 都有小伙伴想要我分享一下做手帐的心得啊 或手帐的技巧 但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个很会画画的人 又不是个很会设计的人 所以我自己做出来的手帐就是 没有很好看就对了 但是我能给你分享的是我刚入手帐坑 这第一个月买到的一些东西 其实二月份我也有购买一些手帐东西 但是因为现在快递不发货嘛 那里面有个手帐本 我就只是在书店买一个 倒零的一个活叶本 大小是A5的 我想中间穿插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放进去 所以我觉得活叶本对我来说还比较方便比较好 但是苦叶本的缺点就是因为它中间是分隔开来的 所以不能像别的本子这样子画一整面的图案 而且我买是格子本 我觉得格子本还挺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说胶带 首先这个是一个实体店买的 它挺好一个里面有三卷 圆点一个个这个还挺好用的 是一些泡面 再接着这些是一个系列是旅游 但是我用这个因为比较少 它是有星期一到星期天 然后有一些人物 以及这一个上面是一些小零食啊 这个用的还蛮多的 蓝色系的纯色胶带 这个是送的 应该是一个奶茶店吧 加减乘除 这个还没有打开过 这一卷呢是看电影 全部呢就是一些水墨的感觉 好那么这些就是我目前为止 一个月买过胶带 但是我后来应该会比较少买胶带 我觉得胶带不太实用的东西 因为所有胶带图案都是这么多 然后后面就是循环重复的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用重复的胶带 或重复的图案 你可以买分装 好这里拿开 淘宝上有很多分装 就是把所有的胶带 一个循环的图案拿出来卖给你 首先你要需要有个这个叫 什么本啊 这个本子呢它里面所有的纸啊 都是那种刷面胶里面的很光滑纸 你可以把你的分装贴上去 这样也很方便 因为你一翻开你都能看到 诶我单独想要那图案你就会把它拿下来 那这些就是我在实体店买的一些贴纸 这种凸起来的贴纸好像好可爱啊 散装的贴纸我都会放在这里面了 这种笔呢我都淘宝上买的好便宜的 它也不是我们大品牌 所有的笔都是双头的 它是软笔头 然后这边呢就是那种很细的笔头 这三支呢是描线笔 我通常比较喜欢淋巴 比较粗画起来也比较好看 双线笔 它画起来就是这样子的 笔头是这样子两支的 但是我觉得它其实不是很好画 可能是因为我左手拿的时候 可能方向或者是拿不对 它就不能两条线完完全全同时出水 所以我觉得这个笔我比较少用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我收集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去喝饮料啊 然后就收集它的这种东西回来 就可以做手杖啊 里面又有一些便签条等等的 这些就是我的便签条 那么这就是我要分享的东西 有什么分享不对的地方 你们可以告诉我 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手杖的新人 OK 那我们就这样子吧 拜拜 出稿 就是有这么多个小小小的片段组成的 密密麻麻的 每次把这个出十文件都捨不得删 因为实在太累了 这个视频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讲话的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视频加一个后期的配音 平常录影啊就是用我这个相机 再加这个外置麦克风去录的 好 这天起床之后呢 我不知道有什么奇怪想法 好 我想要剪个刘海吧 然后就剪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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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